1920年6月的一天 上海滩当红妓女 曾当选花国总理的王莲英 在上海徐家汇地区的一块麦田里 死与回命 警方随即展开调查 根据王莲英遇害几天前 出现的一辆神秘轿车 警方把怀疑的目光 集中到了上海富商珠宝三身上 珠宝三是当时全国文部 一名的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 还做过护军都督府的财政部长 那么这样一个人 会杀害妓女的案件有关吗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上海花界第一案 第二集 遗凶献身 根据警方调查 王莲英遇害几天前 曾同一名自称姓张的调客 坐车车外出兜风 之后就一去不放 那位自称姓张的调客 究竟是谁 尚不得而知 然而 一位妓女记住了那辆车车的号码 1240号 这成为案件侦破的关键线索 警方随后了解到 这辆车车的主人是上海著名富商珠宝三 于是他们来到珠家进行调查 朱宝三是个大富翁 朱府是出了名的大宅员 不用打听就能找得到 朱房侦探身着便衣来到朱府 朱宝三的第五子 人称朱老五的朱志佳 接待了侦探 朱老五已经从报纸上读到了 王连英遇害的新闻 对于侦探的到来似乎早有准备 他承认 1240号轿车 确系朱宅所有 6月9日晚上也确实开出去过 但不是自己开出去的 也不是朱宅的其他人开出去的 而是自己的一个旧时同学 借走了车 同学的名字叫闫瑞生 朱老五还告诉侦探 闫瑞生借轿车的时候还说 他乡中的一个女人 要开车带着出去兜风 事后听说 那个女人就是王连英 于是 这个叫闫瑞生的人 开始进入了警方视线 既然他叫闫瑞生 为什么要对别人讲自己姓张呢 单从这一点讲 这个人就值得怀疑 侦探请朱老五详细谈谈 闫瑞生借车的过程 说起借车这件事情 朱老五心里很不痛快 他对侦探说 自己与闫瑞生是在震旦大学时的同学 大学时两人关系不错 后来闫瑞生因为参与组织赌博 被学校除名 开始在租界的洋行里混事 前几年 闫瑞生为了谋职的事情 还找过自己 当时闫瑞生要到一家公司做买办 对方提出要交五千块钱的保证金 他拿不出这笔钱 就找到我 我没管他的事 这以后两个人联系就少了 但在今年六月九日那天 闫瑞生找上门来 说自己相中了一个疏语 想借我家的轿车带女孩子出去兜风 就借用一个来小时 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 我没好意思回绝 就通知家里的车夫为他开车 但没想到 他背着我支开了车夫 自己把车开了出去 到了很晚才送回来 还把车子给撞坏了 朱老五还对侦探讲 在闫瑞生借车后的第二天 王连英的母亲和继父曾到朱府找过我 因为他们听说女儿头天晚上 跟着一个先生坐着豪华轿车出去兜风了 后来也不知听谁说的轿车是朱府的 便来到朱府打听女儿的情况 我只当王连英与闫瑞生有私情 也没怎么往心里去 便一个劲的劝老太太和老爷子放心 说连英很快会回来的 又过了一天 也就是6月11日 我无意中又碰到过闫瑞生 当时我正坐在车里 我停下车问闫瑞生把王连英藏到哪里去了 闫瑞生推说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把闫瑞生拉上了车 提议两个人一道去看王连英的父母 免得让他们担惊受怕 闫瑞生听后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车走到半路便跳下车 说到一家洋行里取点东西 结果一去不回 我在外边等不着他 到洋行里也找不到他 又留下车夫一直等到天快黑了 仍不见他的影子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见到他 案情重大 人命关天 为慎重起见 侦探又找到朱家的车夫 进一步了解闫瑞生那天借用轿车的情况 车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司机 叫陈瑞林 车夫讲的情况与朱老五说的差不多 只是在有些情节上更详细 车夫说 闫瑞生来借汽车的时候 邵东家原本是想让我为他开车 主要是担心他开车技术不好 怕出事故 但等邵东家同意借车以后 严瑞生又说自己可以开车 不想让我跟着去 为此他还偷偷地塞给我一元钱 让我去洗个澡 理理发 等会儿他会把车还回来 当时我也没有多想 就让他把车开走了 到了下午四点来中 我洗完澡理过发 闫瑞生仍然没有还车 我觉得心里不踏实 那么贵重的一辆车 万一磕了碰了 自己没法向邵东家交代 于是呢 我就又找到了闫瑞生 当时与他在一起呢 还有两个男人 我都不认识 我对他说啊 还是我来开车比较好 免得邵东家怪罪下来 但他指着那两个男人说 他们也要跟着去兜风 在街上输鱼 车上坐不开了 就这样 他再一次把我打发走了 直到晚上九点来中 他才将车还回来 还将车子前面撞了个大坑 他求我悄悄地把车送到修车行 千万不要告诉 朱少爷撞坏车的事情 还给了三十元的修车费 第二天 朱少爷问起了车的事情 我觉得不应当隐瞒 便将闫瑞生撞坏轿车的实情 告诉了朱少爷 朱老五和朱家车夫所讲的情况 引起了警方对闫瑞生的极大怀疑 他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 借来豪华轿车炫耀身份 晚上带着满身珠宝首饰的妓女出去兜风 当晚妓女就失踪了 他本人的神色也很反常 后来就有人在麦田里发现了 失踪妓女的尸体 这样的人难道不应当引起怀疑吗 种种迹象表明 朱志佳的大学同学 闫瑞生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警方决定传唤闫瑞生 不料这时 闫瑞生却突然失踪了 那么闫瑞生究竟到哪里去了 他会是畏罪潜逃了吗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上海花界第一案 第二集 遗凶献身 看来 闫瑞生很可能是揭开案情真相的关键人物 为此警方决定传唤闫瑞生 6月17日 老闸补房的侦探来到了闫瑞生家 闫瑞生父亲嫂王 与母亲一起住在宝善街上的一个过街楼里 房子是租的 楼对面就是当年有名的王大吉国药号 侦探去的时候大门紧闭着 向邻里打听都说 这户人家原本住着一位先生和先生的母亲太太 共三口人 但近几天只见锁这门 人不知去哪了 闫瑞生的家人去楼空 这进一步加深了警方的怀疑 警方将闫瑞生列为头号嫌犯 一方面 家派警力严密监控闫瑞生曾经居住过的那座过街楼 期望能够守树待吐 趁闫瑞生回家探视的机会捉住他 另一方面 警方于6月19日发布击补文告 并开出重赏 凡是能够勤获 闫瑞生的给予1000元赏金 能够提供线索帮助警方抓获 闫瑞生的给500元赏金 据当时的报纸报道 这笔钱是由王连英的母亲与继父承诺悬赏的 悬赏击补的文告发出去了 但两个星期过去以后 闫瑞生仍然杳无音讯 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 正当办案人员感到焦虑的时候 7月上旬 老闸补房得到密报 说闫瑞生躲在蛇山镇的一座教堂里 蛇山镇隶属于上海西部的松江县 因境内有蛇山而得名 蛇山高90米 听起来不算高 但东南沿海地势普遍较低 90米已经是这一带的最高峰了 蛇山顶上有座天主教堂 建于187年 是一座欧洲巴洛克风格的宏伟建筑 闫瑞生曾自命为虔诚的天主教徒 蛇山天主教堂 是他经常来做礼拜的地方 由于那个地方已经超出了公共租界管辖地面 租界寻补房不能到那里去捉人 再说人如果是躲在天主教堂里 警方要进去搜查 必须征得牧师同意 于是老闸补房便派人到松户护军使署 办理了吉普引渡公文 并由松户护军使河风林 加派便衣军人陪同前往蛇山镇 侦探抵达蛇山后直奔天主教堂 向牧师出示了吉普罪犯的公文 但牧师草草看了眼公文便说 没见到有这么个人 而且教堂也从不容留外人住宿 并言辞拒绝侦探入内搜查 侦探没有办法 只好在教堂外面隐蔽守候 但手来手去始终未见 颜瑞生从教堂里出来 关于击捕颜瑞生的线索 至此仿佛又断了 警方是在六月下旬开始不枉捉拿颜瑞生 还向全国发布了通缉文告 但整个七月份都过去了 颜瑞生仿佛泥牛入海一般 消失得无影无踪 开始的时候 报纸上天天刊登这方面的文章 人们对于案情更是议论纷纷 有人形容当时的情况是 家家谈论颜瑞生 人人议论汪连英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案子一直没有进展 议论的人也就渐渐少了 连一些办案人员都有些疲倦泄气 警方全力追捕嫌疑人颜瑞生 他却因信权 就在警方无计可施的时候 距上海千里之外的徐州火车站 有人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 那么他会是警方苦苦寻找的颜瑞生吗 原来8月7日 在徐州火车站有个值班警察 看到一个身穿麻布衣衫的男人 在车站周围走来走去 他目光呆滞 神情疲惫 他在车站周围来来回回地走了一天 也没见他吃饭喝水 到了晚上 他又躲进后车室 躺在长椅上睡觉 这名警察刚由上海调来不久 在上海的时候 经常在报纸上读到 颜瑞生谋杀妓女王连英的案子 报纸上还登出了颜瑞生的照片 而且报纸上还说 捉到了这个人 有一千元的赏钱 此时这名警察觉得 眼前这个人与报纸上 登出的照片有几分像 不过他也不敢确定 因为报纸上讲 颜瑞生是个洋行职员 平日里衣冠楚楚 西装隔离 而眼前这个人 穿着皱皱巴巴的麻布衣衫 胡子邋遢的 会是那个人吗 警察端详的大半夜不能确定 最后还是决定 向长官汇报听评长官处置 长官听了汇报觉得 这不是一件小事 而且还有一千元的赏金 很有吸引力 长官让警察马上找出一份 刊登有颜瑞生照片的上海报纸 拿着照片与那个人比对 警察领命立即行动 不长时间就找出了一份 刊登有颜瑞生照片的报纸 他再次走进了那个躺在长椅上睡觉的人 盯着报纸上的照片 仔细比对越看越觉得像 他正在那里比对着看 那人却猛的惊醒了 那这一见警察就慌了神 跳起来就跑 他慌慌张张的连方向都没有分辨清楚 结果不是往车站外面跑 而是往站内跑 他跑过检票口 跑上月台 又跳下月台 沿着铁轨拼命地奔跑 警察则在身后快步追上 那人毕竟是个文弱殊胜 又处在极度的饥饿与疲劳中 没跑多远就被警察追上 按倒在铁轨上 其实徐州警方刚抓到那人的时候 只是怀疑他是在上海杀人的严锐生 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警方问那人是不是叫严锐生 王连英是不是他杀的 那人起初拼命摇头 失口否认 但随后警方掌握到一个关键性的证据 随着这个证据落入警方手里 那人彻底崩溃了 并最终低头认罪 承认自己就是严锐生 也承认自己为贪图贵重手势 而杀害了王连英 那么警方掌握了什么样的证据 迫使严锐生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呢 关键性的证据 就是王连英生前佩戴的大钻戒 据当年的报纸报道 在被警察按倒在地之前的一刹那 严锐生将一枚大钻戒放进嘴里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想把钻戒吞进肚子里 从而掩盖罪证 但由于钻戒个头大 能放进嘴里但咽不下去 所以他就只能在嘴里含着 警方抓到他以后 问他是不是严锐生 王连英是不是他杀的 他只是拼命摇头说话 含含糊糊 警方觉得奇怪 让他张开嘴 他不配合 警方就怀疑嘴里有名堂 警方采取强制性手段 让他张开嘴 结果发现了 他含在嘴里的那枚大钻戒 后来经过王连英的母亲 与继父辨认 钻戒确系王连英生前佩戴 死者生前佩戴的钻戒 如今含在他的嘴里 这就是铁证 这样的铁证落入警方手里 他就只能乖乖地低头认罪 并如实交代了杀害王连英 罗走贵重手势的犯罪事实 颜瑞生落网了 徐州火车站立即与上海公共租界 老闸补方联系 通报了捕获颜瑞生的情况 要求对方马上提走罪犯 并兑现一千元的赏金 老闸补方得知 抓到了颜瑞生自然是十分高兴 马上派出两名华人侦探 两名西人侦探来到徐州 移提嫌犯 指一一千元赏金 侦探来到徐州以后讲 钱是由死者亲属出 需要将嫌犯移提到户 验名正身以后 再请死者亲属对线赏金 徐州方面也不好说什么 指得将嫌犯交给租界侦探提走 被捕后的颜瑞生承认 是自己杀害了上海名记王连英 那么颜瑞生为何要杀害王连英 他与王连英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而曾在名校就读 身为高级白领的颜瑞生 又是怎样一个人 是什么让他走上了杀人的道路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上海花界第一案 第二集 遗凶献身 颜瑞生 河南汤因人 1897年生于上海 父亲早亡 母亲辛辛苦苦地将他拉扯大 可能是由于家庭的残缺 也可能是由于从小属于管教 使他养成了任性好斗的习性 他后来写了一个自传性质的材料 叫做颜瑞生自述 里面述说过自己儿时的一件故事 那是在他四岁的时候 有个姓黄的孩子 逼着他喝放了香灰的豆浆 他一声不吭 全都喝完了 后来在他父亲生日那天 那个姓黄的孩子来他家吃面 他将他事先抓到的许多苍蝇 捣烂了 绊入对方的面条里 导致对方上吐下泻 整整一夜不得安盈 一个四岁的孩子 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真有些让人心悸 尽管小时候的颜瑞生性格有些怪异 还做过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不过这时他毕竟年幼 很难说这些事情与他多年以后的行为 有多少关系 然而他长大以后 渐渐养成的两个恶习 赌和瓢 却和他这次杀害王莲英的行为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严瑞生曾经讲过 自己肃性好赌 还曾经讲过一件自己少年时的故事 那是在他13岁的时候 母亲给了他十元大洋 拿到钱以后 他便进了赌场去斗喜帅 他将母亲给的十元钱一次压了进去 希望朝夕施养的两只蟋蟀 能够为他争来面子 迎来大钱 不料刚一交手 他的蟋蟀便落荒而逃 母亲给的十元钱一下子全输了 气得他当场将所养蟋蟀 两头一起溺毙 这个故事很耐人寻味 那时的十元大洋可不是个小数目 折算成今天币值的话 至少也要相当于一千块钱 一个13岁的孩子 可以轻易从母亲手里拿到这么一大笔钱 说明母亲对孩子的骄纵 而他拿到钱以后 又用来赌博斗喜帅 从他朝夕思养的说法 以及将十元大洋一次压上的行为 可见他斗蟋蟀赌博已非一致 严瑞生头脑聪明 上学时虽然不用功 但学习成绩一直不错 1913年他考入上海震诞大学 那一年他16岁 大学同学中 有上海总商会会长朱宝三的四公子和五公子 五公子就是被人称为朱老五的朱志家 震诞大学是一所由天主教耶稣会创办的高校 教学质量较高 学生管理较为严格 但严瑞生入学后略习不改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仍然买醉于酒楼 寻方于妓院 而且他还将赌场摆到学校里 用他的说法就是与晚间休课时 与三五同学同居寝室置骰 一搏胜负 他的骰子也别出心裁 是用豆腐干做成的 这种骰子既无声息又无痕迹 遇到校方检查了 还能吞而食之 因此被他视为绝妙之赌具 长言说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无论骰子做得多么巧妙 严瑞生的赌博行为还是被校方知晓了 校方先是对他进行批评惩戒 但他不听 依然我行我素 临近毕业的时候 校方终于无法容忍他的赌博与飘娼恶习 将他除了名 那是在1917年他20岁 严瑞生脑子很好使 虽然赌博好飘 但学习成绩并不错 能够通晓英法两种外语 而且他离开震诞大学以后 还到北京交通部训练学校机械科 学了大约一年时间 后来回到上海在租借洋行里做起了翻译 每月收入不菲 用今天的话说 他要算是外资企业的高级白领 但他赌博好飘的恶习不仅没有收敛 反而越陷越深 每月的薪水不够用 他经常向人借钱 他结了婚 但住在妓院的时间 比住在自己家里的时间还要多 尽管脑子聪明还拥有明晓背景 然而适度好飘的恶习 却使得颜瑞生的人生道路危机四伏 就在案件发生的那年年初 颜瑞生遭遇了一次挫折 让人想不到的是 由于颜瑞生赌博和嫖娼的恶习 这次并不算太大的挫折 却迅速演变成了一场 改变颜瑞生人生命运的严重危机 使他走上了抢劫杀人的不归路 那么颜瑞生究竟遭遇了什么呢 请明天继续收看 上海滩当红妓女王莲英遇害两个月后 嫌疑人颜瑞生落网 他共称是自己杀死了王莲英 而他之所以抢劫杀人 就是为了用王莲英的手势 赎回一枚钻戒 那么那枚钻戒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明天的节目中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猎杀铭记 为还债